5号7号2号18号会台 税收是政府最大裁员 占了国家财政收入达8成以上 2022年超征税额高达4950亿元 所得税是主力 其中个人的综合所得税比预算数增加1209亿元 占24.4% 超征贡献第二高 而企业的盈利事业所得税比预算数增加2934亿元 比例逼近六成对超征税额贡献最多 主计总处之后发布的110年度的经济成长率为6.53% 那金管会发布的上市贵公司 110年度的实际获利成长达72.17% 那以至这个因所税的全国实贞数达到一兆243亿元 受惠美中贸易战转单效应 加上宅经济助攻 让多数企业去年赚得盆满不满 不过细数去年对国库贡献最多的当属这一家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以先进制成 称霸全球获利能力一流 税自然也缴得多 光是去年自缴税额达550亿元 占全台企业赢索税的8.4% 连五年稳坐台湾缴税王 而货贵三雄杨明万凯成荣缴的税包办第二到第四名 第五名则由国泰金拿下 尽管税金靠全民贡献 但大企业大老板早在前头 拉抬国库朝政议题 也意外让缴税王难 赚钱实力曝光 金新闻吴雅婷 郭艳婷 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金新闻